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曾经想写一本书 想写一本书叫题目是可能的婚姻 我觉得婚姻制度会发生变化 随着社会制度发生变化 包括经济基础发生变化 有婚姻制度是一定要变化的 变成什么样 变成是我们今天可能不可想象的 我想将来会一定超出我们现在人的想象 比方说我们今天的婚姻制在一百年前是不可以想象的 一样 一百年前的人 你说以后的所有的人 不论你是国王还是普通百姓 你都是一夫一妻 那所有的皇帝 你说你这小子宰了 看来一百年之后要复辟是吧 那不一定是复辟 比如我们现在讲婚姻是一个契约 我们就简单的说 婚姻是一个契约 这个契约少了所有契约中的最重要的一个要素就是期限 没有 一千就是终身 这个是他的在契约的角度上讲 是他一个缺陷 这个缺陷将来我想首先革命从这开始 听过几种探索的方法 我这听有美国的朋友说 他们也认真做研究 有一种说法是说 婚姻应该变成亲情 就是说应该不准离婚 就是说一旦结了婚 就是一辈子 但是你以后可以再 再跟别人结 再跟别人结 就没有重婚这回事 但是你不能离了 就像兄弟姐妹一样 你兄弟姐妹可以一辈子不来往 因为三十年不来往 但你还是你兄弟姐妹 对不对 你也可以宣布脱离什么关系 但也还是你兄弟姐妹 对不对 要知道我觉得就是亲情 他就是亲情 你凡是在一起生活过的人 就是亲人 对不对 亲人也可能不好 有反目 对 但是也还是亲人 对不对 所以有人是这样提倡的 但也有人的是呢 就是说他们因为觉得 一夫多妻 一妻多妇都不好 所以就主张 比方说一定限度的多妇多妻 比方说你有三四个男的 三四个女的 大家都知道合约规定 以前说最大的困难是 就是那个小孩的鉴定 那现在DNA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对不对 解决小孩的鉴定 书哥滑了滑了 哪几个孩子是咱们俩的 哪几个孩子 叫这个叫叔叔 这个叫爸爸 我想将来婚姻制度 首先给每个人一个选择的机会 这就是我想写这本书的意图 以后结婚的时候就注决 但我是赶不上 我是赶不上 对对对 要不老婆不干了 文涛能赶上 行行我盼着呢 这个话题再谈下去 复联要提意见了 咱们还是转入正题 就还说他那个身份 这个古董艺术品 咱们很少聊 但实际 我有一些朋友 还真是搞这个的 我要听他们说 我觉得都好多 你想不到的事 非常有意思 比如说 你能想到不给钱吗 举了手 上亿的钱 买了一个东西 这人就不给钱了 但是拍卖行里 就举手以后不给钱 但是每个拍卖行都遇到过 这里有很多问题 不太容易解决 怎么讲 你比如说 他举手了 没给钱 他有很多原因 比如你刚才无意中说的 我举错了 我把邻居买回来了 为什么 因为拍卖是一个一个往下走的 比如我想买1050号 结果当时叫的1049号 我这一向是机灵型的 就一通举牌子给买了 他一下举错了 允许我犯错误吗 对吧 你发款 他肯定会有一些 你都交了定金 那就没收定金 没收可以 你把这举成好几千万 那拍卖行损失大了 你光那点定金 对他来说不合算的 好多不给钱的 你说会有这种事 他还有就是他有恶意的 对你说的 就是不给钱 有的是恶意的 他为什么 他这干什么呢 恶什么意 不 他有 你不去饶 对 你不知道他出于什么目的 比如有人喜欢出风头 甭管什么 我先给举下来 我出于风头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是报复 比如这东西我知道 是你窦文涛送上去的 我让你卖 卖不成 兄弟给人家举翻了 对 我也不去举 你都给瞎张线 对不对 各种 出于各种目的 你都想不到 有时候他这个拍卖场 跟激情因素 对 很有关系 你咱们想的 按说就是这东西 最高一百万 那我就不举了 不会的 现场又会形成一种什么气氛 对 是吧 对 他还有 就是他有的买家 就是初次进去 因为这个蒙了 买卖的方式 就是拍卖这个方式 不是中国人的方式 是西方人的方式 中国人讲究什么 我们俩要卖银牛 我们俩把袖子一甩 俩手指的一摸 然后他把牛牵走了 对 你也帮他看着白看着 你根本就不知道 中国人多晕 还不能告诉我出多少钱 我卖多少钱 不告诉你 对不对 过去所有的中国的市场上 都是袖子一甩俩 你也捏过那牛腿先走 对吧 信用 这里边也有信用 是 但是 过去说 这拍卖就是罗马拍卖奴隶 拍卖行业 就这种销售方式 完全是西方化的 有点像 从罗马时期就有了 然后中国人一开始不适应 你比如95年刚开始有拍卖的时候 那时候我因为是在国外参加过拍卖 国内好多人拿了个牌子以后 把特想买不敢举 然后我说你怎么不举 说我操 我觉得他妈举起来 说很慎的话 浑身哆嗦 浑身哆嗦 紧张 各种因素 导致他不敢把这个牌子举起来 那么后来发现 突然举起来 说他感觉很好 那是感觉好 很出风头 忘了钱的事了 别举冒了 有这样了 确实有这样 我听他们古董行里跟我说 说有那种角色叫大你一口 你知道吗 永远大你一口 就你举我大你一口 我大你一口 就他非要势在必夺 那就是有时候是置气 就是他本身对艺术 没有正确的判断 就是我说 他是两个判断 一个是对这个艺术品的 自身的艺术价值的一个判断 另外一个 对他的商品价值的一个判断 这俩判断都没有 那我就大你一口就完了 这事简单了 我跟着你 你明白 我不明白 我跟死跟你 你上哪 我上哪 对不对 现在这样的人挺多的 对 他有那么多钱 那钱咱就不知道了 它是一个简单易行的办法 就是我不需要学习 我只需要跟着你 我的风险是那个 就那一口 前面你敢出 我就敢出 对不对 尤其你是一个明白人的时候 这就形成了拍卖行业 现在所有重要的东西 很少有大行家 直接在场面出现 他不举手 他在场他也不举了 现在有手机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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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人谁也不认得 你看香港卖地 那些都是多少多少亿的 举牌子那都是年轻人 谁也不认得 老板自己不出来的 对不对 老板有家人开始跌脚落里 全世界最牛的买家 最有身份的买家是不去的 是是是 第二类的是去了在现场不举的 到了自己上阵的这个就是第三类了 那要举了之后还不给钱的 这是第四类 你把那刺刀割 把他们掐上 直接从他们战壕里冲出去的 这肯定都不是将军 最多是个连长 是是是 那都站到椅子上去了 对对对 他们说现在有的拍卖场 在咱们中国后排都站椅子上 这不 外国人看了很吃惊 不是这个气氛 对 不 那可能很不敌 那是别人的钱 你在那里举举也挥不过 是是 他就 很多人觉得那特别有成就 瞬间的成就感 但是 从总体上来说 这个现象是一个非常恶劣的现象 对 你是心平气和的去买东西 你比如我们现在去买东西 从来不跟人 就我心里是个多少钱 我就想好了 到时候我就撤退 我没有丢人不丢人 这一说 我们中国人 哎呦 中国人有人认为 他没买着丢人了 对对 尤其是你带着什么情人去 他心里想出一百万 旁边女的一起去 对 这种是更重要的 我在香港还碰着拍珠宝 更逗 能够逗死了 他是拍珠宝 早期去香港去拍卖的时候 所有的艺术品都是有人端着的 你比如说拍这杯子 苏比加士德上面都有工作人端着出来 开始拍 拍完这人下一个东西就上了 拍珠宝的时候 因为珠宝太小 你端着也看不见 他就是名模 一些特别漂亮的模特 你比如拍一大脆戒 戴在手上 这么展示着 展示着 那回我碰着一个土鳖 他招手 大家竞拍都是招手 把模特给招下来了 模特就走下来 他一招手就走 然后他捏着模特的手 看着这个窜戒举手 你看这个还能干什么 个人也扎不了手了 如果模特在挠到他手心 你还会更大了 被我们买了 不算完 跟拍电影一样 对 好几双手 当时所有的人 他不知道 他可能误认为 大家觉得他特牛 但所有人都在讥笑他 这是个很愚蠢的事情 那模特 我觉得那模特也很尴尬 那模特非常高 人都坐着 我都坐着 离得很近 那模特很尴尬的 让他捏着手 从头举着尾 还有一个成亲 我觉得成亲顶他 都花好多钱 你记得香港出现 那么一老太婆 有一次 拍卖土地 还是拍卖人楼的时候 就举嘛 成为轰动全党的那个事件 他就有面无表情的 每次都举 每次都举 后来人家根本搞不清楚 他在哪里 是不是个惊人命 我这次还听了一拍卖行的 说有一女的 登登登 就走到这个拍卖官身边去了 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然后呢 通拿出一张照片 911的那个 可他不是抗议的跑这儿来 什么事都可能出现 哎呦 这真是人间百态 再听到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其实这一行水深了 水为财 我觉得它涉及到的财富 这可太巨大了 所以我就特别不理解 咱们有些朋友 他瞎举 你像咱这种 我哪怕举一举十万 一举一百万 这下的哆嗦 他这交不起钱 他还能这么举呢 关键是水不深 它水是浑的 你看着深 你往里一跳就摔一头破血流 是吗 是不是一般都得交学费 对 肯定的 你不知道 因为每个行业 都有每个行业的潜规格 这是我们在商业 不成熟社会的一个 不成文的一个规定 你现在进入任何一个 你不熟悉的行业 你不吃点亏 不算完 你不是说天天上一档 档档不一样 你得积累这个经验 对不对 你这最近也有新闻 那这个行业里破了两个记录 一个是一女老板 2200万 就中国当代油画 刘晓东的三峡的油画 破了记录 还有一个徐老师 我让你猜猜 你看那照片 你看这照片 这是还是马先生写的文章里的 就这只碗 你说多少钱 应该很贵 1.5亿 都是女老板 这个好像也是女的 女的1.5亿 你说这个价钱是抬起来的 什么朝代 前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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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前隆的御用的碗 就皇上用的 真是前隆皇帝 肯定拿过这只碗 因为我们的这个档案工作做的特别差 你比如在国外 在美国 在英国 他所有的文物 跟他使用的人有很大的关系 他的价值 的附加值 比如丘吉尔坐过的椅子 罗斯罗斯使用的烟斗 这都非常重要 而且确实是他用过的 我们中国的文物 往往没这个因素 一拿来就说 有一清朝的烟斗 有一明朝的椅子 就这么简单 那么这是确切的 因为凡是写意志的 都一定是跟皇帝有关的 这个碗是在北京烧 并不是在景德镇 景德镇烧一百碗 拿回来以后 在皇宫里画 在西花门那个位置上 重新烧 两次入窑 烧完了 这种碗存食量非常少 在民国元年的时候 清末以前没有人见过 只有皇上见过 不静东的人见不到 我也有个碗 后面写的乾隆 你那是瞎解 你那是瞎解 每次搬家都不舍得 把他丢掉 万一是真的 这个外行人 你知道我对这个东西 老有一种敬畏感 因为什么呢 就是一个碗 一个东西 我有时候上朋友家里 我不动手 我就说你拿来给我看 我想那碗是手要打了呢 你知道去年有个新闻吗 好像是大英博物馆 一小子去三个清朝的那个瓷 那个花瓶 他呢下楼梯 边下楼梯边系鞋带 一下子失去平衡了 大头朝下 一口啪啪啪了 撒十几万英镑 最后好像还没让他赔 你说 所以我那天就问着马先生 马先生说那才逗 说有些的他家里 说某电视台了 去拍片子 他们家收藏东西多吗 某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 这能说 然后拿这个话筒架 不是有人 咱们就那种 早期啊 早期录一没这个玩 架杆的话筒 结果那一不小心 这尾巴 啪 走了一个 撤了一个 你知道你想 我能想象到 他说的 我觉得符合真实 整个社制组 没有一个人说话 谁都不吭声 最后走了 最后走了 说马太太 还抱歉呢 说你看这个 也不说个对不起什么的 我觉得马先生分析很对 就是说 他对不起 他盼着他能说这个对不起呢 问题是对不起 他说不出口了 为什么怕承担责任 如果啊 我要非要拉下脸 让他们赔 他肯定 他不赔就打官司了 问题是我比较宽容 对待这个事情 第一 来的全是工作人员 都没有赔赏能力 第二呢 本人那东西早年买的 也不太贵 我早年买的不贵 现在之前是现在之前 但是我自己 我凡是出了问题 我首先第一条 要先问自己 他们没有经验 我是有经验的 我为什么没有注意到 拿了一个大杆的Mac 一转身吗 当时还跟现在不一样 那是头几年的事 来好多人 来四五个人拍个节目 要对人跟着 你想想 有没有人就少 所以我想 没人说对不起 谁说 所以我们电视界都知道 马先生是好人 所以我就想起 郑念写的生死在上海里 说红卫兵抄家 然后把他那个瓷花瓶 砰摔了 明代大明代的 那红卫兵对着 他一点感觉都没有 是是是 他没有感觉 你就说 明代 我当时想 你说大链钢铁那时候 是融了多少 这个佛呀 那个时候这个佛 你现在一个佛卖上亿吧 对不对 那么多 融了多少 你说当时这国家 他要是拿到国际文物市场 哪怕卖了 他买钢铁 能买多少钢铁呀 我看过那个 最后都练成废铁了 芝加哥美术学院 我们就叫醒了 芝加哥美术学院 那个博物馆 那时候他下面 东亚馆还没开的时候 那时候馆长 招待我们几个人下去看 然后那些赵蒙佛 美佛 那些那些 那些中国的东西 还有些 他就标的来路的 就是1904年 什么北京的什么车站 买来 150块银元 什么 全都不要这么 你 你 你作为一个中国人 在那种场合看 我也跟你一样 不敢碰 但是他写的清清楚楚 就是几百块 全都是几百块买去的 所以我实际上 我对这个所有在西方博物馆里 展出的中国文物 我不认为是个坏事 我们老在谴责 就是这些东西都要收回来 你知道西方人 更多的是通过我们的文物 来了解我们的文化的 来到中国的外国人 是少之又少的 大部分人来不了 西方人就是通过博物馆 你像大英博物馆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把中国陶瓷 搁在最重要的位置 是他二层回廊一圈 你看一圈 是中国陶瓷史 他把你搁在这么大的一个位 这么重要的一个位置上 表明了他对你文化的一个尊重 我们就不要老一味的说 所有东西都拿回来 你这拿回来 你就搁仓库里 这东西就没有用了 文物保护是一个前提 但利用是一个目的 你必须要利用它 大家曾经是这样这么辉煌 你那时候拿什么吃饭 我们拿这么漂亮的碗吃饭 那全国也就是一个 他全国也就是一个 你就是一个乾隆 在乾隆时期 当时老百姓吃饭的碗 也非常漂亮 非常的漂亮 史文尔我给你看几个 所以说 我有一天听一个爱好 这个的朋友跟我讲 他讲的可能有点武断 他说你最有钱的人 最爱玩的人 就是你这个钱顶了天了 到最后 你得归宿到古董艺术品 这个终极上来 我说为什么 他就给我讲一套 他说这个人 咱就说玩 怎么样 舒服 怎么样 美 它是逐渐提升的 比如说 你唱咯咯 唱歌 也很高兴 那么很快 你就腻了 甚至说 你说你玩女人 对吧 他都会有腻的一天 慢慢的 你就喜欢一些 需要挑战你更高的 这种审美素养的 据说 这能得到一种更高的美感 我见过 这就是在一起 同道之间 这是如窃如窃如窃如拙如磨 几根在一起 我有一个东西 摸索 然后知音那种感情 确实挺幸福的 现在收藏股东 在内地官员多不多 商人多不多 多 官员也多 也多 喜欢 因为中国文物 从普遍来说 价格不是非常高 不是像想象的那么高 是吗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从历史上看 顶级的人物 比如像唐明皇 比如像乾隆皇帝 都是收藏的 你还真别说 就说中国过去没有博物馆 但是这些士大夫 这些官吏 包括皇帝 他是起到了一个很大的 所有社会高地位的人 没有不收藏的 西方也是这样 西方你知道的那些大亨都收藏 它是一个成功的标志 其他不重要 你开一个车 多贵都不重要 最贵的车 现在全世界一千万到头了 那一碗买15辆 对不对 而且你拿车去悬晓 人家认为你是一土材种 拿这碗 你觉得 大概增值的幅度 这碗增值很快 从买到卖 21年增值137倍 好家伙 这是暴力 当时买的时候 1985年 张宗宪先生买的是110万港币 这次卖了1亿5000多万港币 赶快抓紧挣钱 抓紧挣钱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它是个产业 你好比说 昨天我碰一个拍卖行 给我讲故事 说是日本公司 原来有钱的时候 经济好的时候 买好多印象派的这个画 到后来经济不好了的时候 就要出手 出手 然后说两大拍卖行 到世界两大拍卖行都来说 就要收 但是这玩意儿给你 还是给他 你知道最后在联系会议上 怎么决定 气灯枪 锤子剪刀布 这么该决定的 因为给谁都不好 这就想不到的 好多人起一事 那你觉得这些人 他是为了经济的增长 就是为了他赚钱 那还是真的是喜欢这些东西 我打个比方说 他知道我买这个东西 赚钱的可能比较大 但是我自己喜欢这个东西 他会怎么做 那还是因人而异 我觉得今天的收藏的目的 金钱是最主导的一个因素 跟过去是不一样的 过去十大富 包括我喜欢收藏的书 因为那个东西 不知道他后来能增值 我那时候就是酷爱 就是喜欢那书 买东西也便宜 而且那个乐趣比今天大 今天很简单 就是你有没有钱 你买不起买不起 过去没有 而且专家也可以给你建议 就说将来会 这个涨幅会怎么样 跟卖地 过去是我有的东西 根本都是白来的 去看人家有 然后跟人家叔叔大爷的一通叫 给人家帮人家擦擦地 什么搬两回没人就送你了 好 对不对 那时候没用了 社会不关心这个事情 那时候我们刚从贫穷中出来 第一个问题是温饱 首先要有个冰箱 有个冰箱 什么都没得动 冻个水也很高兴 对吧 那么今天不是这样 今天中国这个富裕的速度 是超过我们自己的想象 不要说超过世界的想象 超过我们自己的想象 今天有钱人会很多 那么他的物质空间非常容易填满 我刚才说了你最贵的东西就是买房买车 买完了就不能再买了 那么就剩下精神空间了 精神空间 那就是看看大片 大片也很容易填满 那么那么问题 这个东西它是兼有物质和精神唯一的东西 我现在说的是这个问题 就是它既是物质的一个载体 它同时又是精神的一个载体 它里头有很多东西可以跟你说 拿那碗就说这叫什么彩 这叫法郎彩 这画的是姓名春宴 是不是 或是乾隆皇帝怎么把玩 这全是精神层面的东西 这个东西是我有你们有 全世界就俩大英 伦敦大学大约的基金会有一个 我这有一个 那个他不卖 他不是有钱 他不卖 你看就我这有一个 这完全都是精神层面 它是很大的满足感 对 你说我有一大楼 有一这么五星期饭店 也是变相的夸父 也是某一种夸父 对 它是精神的一个想象 它对 它要炫耀 每个成功的人都要炫耀 你巴菲特捐370个亿 首先是一个炫耀 炫耀吗 当然是炫耀 这炫耀是好事 对 他要不炫耀 他就不说了 不像全世界说 对不对 我死后你公布 我那钱 在我死 就给捐了 那你盖博物馆 也是炫耀 炫耀你的时候 炫耀你的成功 我做出了 中国第一家私立博物馆 那我算是成功的 现在就你不